效用好像不大 好像这个地方可有可无 这个再看一下 ID很重要 因为这里面输入的东西 我会从ID里面去取得 所以叫TSData 然后Value的话就预设值 地标 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来做这个动作 上面有个请输入 请输入 这个地方有个请输入地标 的文字 你就打上去就可以了 或者你加一个label也OK 那这一题的话 书上面提供给我们的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它这个地方 主要是几个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范例 里面的话 给这个page new的这个 ID等于new 那上面一样有个返还 这个前面讲过了 所以跳过 那你会发现 第一个 它要怎么样建立一个什么 我们把这个来比对一下 各位看一下 这个它会多一个label form 不过我觉得这个label可以去掉没关系 太麻烦 我觉得多一个label 主要是input type这一块 这一块 有没有 然后呢 它一定会有个input type of test name的话叫什么 叫title id也叫title 干脆两个名称叫一样 然后value的话 预设值里面是空的 所以给空置串就好 主要是这个 不过呢 它又包了一个什么呢 叫做field content在外面 所以div外面呢 会包一个这个 不过这个其实包一个就好了 它是每一个都包 我觉得下面这些都可以删掉 没关系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 其实只要什么 只要这个input type 就是一个两个三个 总共会有几个呢 一二三四按插入对 那差别是这边呢 特别最重要 跟底下不一样 它比较可能比较大 比较宽 对不对 这个的详细内容 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 这边是input type等于test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呢 它的是叫什么 test area 有没有 那cols就是column 栏 这边主要 这个是栏 栏是40 40指的就是说 从这边到这边是40 roll指的是这边到这边 是8 8的话是 大概是 大概是两倍吧 所以一倍大概就是 等于两倍的话 你就记一下大概8 名称的话 details 结束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 test area 如果说你背不起来没关系 其实在哪边可以找到参考 其实在我印象中 我有跟各位讲过 在这边 在 JCream Mobile里面 我们如果要插入文字的话 这边就有文字输入 另外有一个是文字的范围的话 是在后面应该也有 文字范围 这里面没有 或者说你可以从 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个表单 这边表单也有 表单里面也有什么呢 文字栏位 跟一个什么 文字区域 这个也可以拿来用 OK 这里都好想各位先试试看 如何建立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建立 就是按插入会有按钮 OK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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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